今天立法院朝野黨團 可以說是相當的激烈交鋒 不過現在大家都為了總預算 到底什麼時候要通過 這也影響到行政院長蘇貞昌的去留 現在藍綠都互控 你們不要再拖了 怎麼回事 我們但也看到在國民黨團這邊 他們認為政院不是送來草案 要來普發現金6千塊 這個法院 他們認為應該要先審這特別條例 因為民眾當然都急了 既然過年前發不到現金 那過年後走要趕快拿到 所以國民黨認為這是第一優先 那麼他們就說了 民進黨是多數的人 那麼明明球就在他們身上 他們自己可以決定 為什麼每次都把鍋丟給國民黨呢 但民進黨可不這麼認為 民進黨就說了 現在蘇夏成上 也就是陳建仁若上 是肯定蘇貞的表現 但是現在好像在黨內都沒有人支持 要蘇貞留任 但柯建民就說了 你們每次都說要先審特別條例 你應該先把總預算審完才對吧 那麼這個怎麼會顛倒呢 那麼現在怎麼會拿特別條例 來綁住總預算 所以他認為是國民黨在拖時間 兩邊可以說是沒有交集 不過看完了這件事話題 如果你想輕鬆一下 不如掃一掃這QR Code 來看看我們的娛樂消息 幫你更新一下 最近娛樂圈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掌握全球情緒 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 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為什麼要先點及aime ? мож Elder 你